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建峰 你怎么来了 行啊 老周 工作起来挺认真嘛 头不太眼不眨的 来来来快坐 快坐 快坐 建峰 什么时候到的 跟你到我那儿一样 刚下火车 马上就来看你 有急事吧 我来主要还是跟你谈谈那个案子的事情 还有就是看看你现在的状态 说句实话 你走了之后啊 我一直挺不放心的 怎么 怕我受了打击再垮了 你觉得我能垮吗 是啊 你可不是一般的战士 我跟你说实话 我回了以后啊 情绪真的不大好 不过后来我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 也就没事 建峰 你那个案子现在怎么样了 我严打了一段 毛贼就装了一车 干什么的都有 也有不少曾经抢过 正在抢和准备抢 倒回人的团苦和个人 人是抓了不少 可没有一个跟这个案子有关的 那后来呢 后来 这几天啊 我也在反复考虑胡志军作案的可能性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会是他 你不觉得你太主观了吗 你自己在怀疑一个压根没有见过的人吗 只能怪你那份报告啊 太有说服力了 看完之后我就觉得 这个事儿除了胡志军 不可能有第二个人能做 建峰 我写这份报告 写的全是事实 不过关于犯罪心理这一块 也不是我擅长的地方 我一直在向公安大学的丁教授学习 他一直告诉我 他 你看我忘了 你对这个不大感兴趣 怎么说呢 也不是不感兴趣 只是我的办案作风啊 不太依赖这些智商他们的东西罢了 其实我来啊 还是想见见丁教授的 见丁教授 怎么 向理论低头了 太好了 这怎么能叫低头呢 博彩中家之长嘛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见呢 越快越好 好 那咱们马上见 赶紧打电话 喂 丁教授 我是周铁 我给您带来一个朋友 行 我们一会过来好吗 好 再见 走 行 天方 嗯 你怎么这么无断的肯定 这个案子不是胡志军干的 我怎么无断了 胡志军是个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哼 你让我一出案子 查也不查 就怀疑是他 说起来 倒好像是我错了什么 现在幸福了吧 我说了 百分之九十啊 哼 我现在啊 仍然不能保证 肯定是胡志军做的 嗯 尽管通过胡志军的所作所为 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合理的结果 但是 逆着这个结果 往前推导 就不一定是胡志军 哼 其实这个问题我明白 所以啊 我只能说可能 没有说肯定啊 我们调查案件 肯定是调查它的可能性 如果 我们老是敏思哭响的 对案件没有任何好处 哼 所以我来了 那天晚上手气 确实不好 不过今天 估计应该不错 我最佩服你 就能估计自己的手气 嘿 我怎么就不行 有什么窍门吗 没有没有 不过那天晚上的学费 是应该交的 就当熟悉熟悉环境嘛 嗨 熟悉屁的个环境啊 哪张桌子不是玩紫牌 打牌酒 只有出老千的 才熟悉环境呢 你不会出老千吧 胡说什么呢 我那天晚上啊 是确实手气不好 不要乱说 是要掉脑袋的 知道知道 我怎么害兄弟掉脑袋呢 不是我 我说的是你自己 你自己 你自己 小心点 老财 放心吧啊 现在我保你赢得多 嗯 嘿 我就想跟着你啊 多赢点钱 看什么呀 今天神经兮兮的 你不觉得有人跟踪咱们吗 没有啊 很正常呀 嗨 你又不是警察 又不是黑色会的 谁跟踪你啊 谁会杀了你是吧 老地方 就这儿了 走啊 欢迎光临 走 走走走 走 老财 他怎么了你 你 怎么这么紧张 神奇兮兮的 我有点急事 我得先走了 你 从犯罪嫌疑的人 持有军用枪支 和作案手法之老道来看 他具有鲜明的职业犯罪的特征 持江呢 职业犯罪者 对枪 有着强烈的 依赖心理 许多罪犯也是如此 即便是他远赴外地 可他也总是枪不离身的 是 丁教授 这次案件中的那把枪 并不是两年前胡志军的那把 他换枪 是他打破心理定时的举动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 他换枪是一种意外 不过这件事 就比较难说了 你好 对不起问一下 今天咱们这儿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没有啊 有没有什么不认识的人在这儿 走来走去的 没有没有没有 您放心吧 我们这儿资产很好的 今天早上警察还来过呢 什么 警察还来了 来干什么 那也就不知道了 警察来了 我们就放心了 太好了 没关系的先生 我们一定会保证小区里面 没有一个坏人的 谢谢啊 辛苦了 好好好 我先来 寻找开 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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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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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人呢 你怎么不给人家看门啊 让门口等半天 不好意思 我正在洗澡 没天见 有事吗 没关系 今天我们没有签到 明天我们还会再来的 先把你们俩的身份证 房产证都拿出来 我们登记一下 好稍等一下啊 你要不坐一会儿 不用了不用了 有收获 太有收获了 怎么样 服了吧 服了 这丁老头啊 确实有一套 我都想到他们大学 再重新学一遍 那恐怕来不及了 你要上 都得上老年大学 老朱 你说多几个丁老头来破案 我们不就都失业了吗 那都不至于 怎么不至于啊 第一 丁教授不可能去破案 第二 即使他到了第一现场 也未必比你出色 何以见得 你想 丁教授 是个学者 教授 他是跟学生打交道的 不是跟罪犯打交道的 再说了 他天天像你一样 睡办公室 啃面包 这行吗 说到底 我比他们强就强在我 天天睡办公室 啃面包上了是不 建峰 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建峰 嗯 我说实话 你是个好警察 是个真正的 好警察 嗯 这话 我爱听 向工商部门求助 好 黄海和雅 佳佳 佳佳 来 你累了一天吗 哎呦 来来来 来 没事我不累 哎 你今天笑怎么突然想起去洗澡啊 平常洗都不洗 哎 你什么意思啊 就好像我平常不洗澡似的 你现在这么好 还知道过来帮忙 我平常不也总帮你吗 也是 你一直都挺好的 我也觉得我这个人啊 平时挺不错的 不要脸 对了 出去 哎 哎 你干什么去啊 生意上的朋友 约我出去吃顿饭 我就知道 你帮忙是做给我看的 这个夏天 我就是美丽的焦点 行了 行了 你啊 早点回来 那我走了 我再去看 你不干嘛 怎么办 我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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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 我都忘了 我ERO 我都没了 我都没了 你上哪儿去了 怎么你发贴了你 干嘛呢 我怎么总觉得有人跟着我 不会吧 应该不会 可能是心理作用 肯定的 谁跟着你啊 你在牵着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应该没有啊 所以啊你啊正坐起来 别一天到晚心不在焉的 今天我们到这儿可是为了翻本啊 我可没说咱们俩绑在一起啊 你得带着我 走 神车啊 又怎么了 神经兮兮的 看见了 看见了 他妈就是今天早日 你停在你办公室楼下的那儿 可白事到处都是 哎 哎 开老鼠 开老鼠 老鼠啊 这孩子生理强 你放心吧 他一定会好的 来 来 小伙子 倒点康复吧 你 一定会好的 小时候啊 他就想当警察 来 要是真当了警察 来 要是真当了警察 来 来 我就让他跟着你 来 跟着我 行啊 跟着我去办公室 吃面包 你们这样的人哪 就不要结婚 嫂子 没办法呀 谁让我们是警察呢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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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120吗 小文 老周 别太紧张 放心吧 一定是好结果的 好结果 好结果 植物人醒了 虽然机率很小 但不是完全不可能 你们碰上了一个奇迹 应该感觉幸运的 是 是 是 快醒 快醒 你说 怎么样 病人 醒了 醒了 真的醒了 真的醒了 醒了 我是会醒了 但是 很遗憾 病人由于大脑受到严重损害 又是从植物人的状态当中醒过来的 智力已经受到损害 虽然已经醒了 虽然已经醒了 恢复自立能力的希望 比较明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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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老周 他活过来就好啊 他活着就好 怎么能这么上 真是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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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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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老虎 我带孩子走了啊 佳佳 佳佳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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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抱着不放 我还上班呢 要不是以后抱不着了 在拥抱姚家的时候 胡志军感到自己体内仍然残留的人性 那让他让他感觉到身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男人的幸福和责任 我走了 但是 他更加明白自己是个罪犯 是个警方布下天罗地网得而诸之的通缉犯 他是没有资格体验这种幸福的 他知道 他知道自己再这么过下去 早晚有一天会被警方找到 想要活命 他就必须离开这个家 重新回到过去东躲西藏的生活中去 录音 他不是汪斗 反正多苦 如此 pump 出雾 出雾 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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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错 可是现在这个样子 跟躺着有什么区别 他现在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活人 治理方面 我们可以慢慢地培养和恢复 这关重要的第一关 你们已经成功地挺过来了 还怕什么 你说到这些 倒是让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 天鹏 你还记得我问过你一个问题 记得 老周 别着急 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啊 谢谢 我先走了 好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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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孩子病了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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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关机了 是我 喂 你说话 心好不好吗 你能听见吗 儿子突然发高烧了 令你大妈给我打电话 你现在在哪儿啊 你快回来吧 咱们领儿子上医院 老虎 老虎 喂 大夫 麻烦问一下儿童记忆在哪儿 好 谢谢 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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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老柴 老虎 是你啊 你昨天晚上怎么回事你 一溜热你就跑了你 你什么意思啊 你太不低道了 你听我说行不行 昨天晚上你知道我说了多少吗 说多了 你听我说 我都没数了你知道吗 你让我怎么去啊 我去骗啊 现在怎么好骗是不是 个个都是人精 我骗谁啊我 你听我说行不行 说 老柴 兄弟我有点事啊 想求你帮我拜 什么事 你说吧 帮我给老婆送点钱去 送到哪儿 市医院 那你怎么不去 我不去自然有我不去的道理 我现在到你那儿来 行吗 好 那我等你 我马上到啊 等着我 大夫 我儿子怎么样 是急性肺炎 不要太着急 打几针吃得要就好了 大家照看好孩子 那有没有眼中啊 今天晚上要留在这里 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 谢谢大夫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不在服务区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不在服务区 请稍后再拨 假议 您拨打的电话 您拨打的补测 武神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时的吴志军终于开始冷静地思考自己的生活 放弃家庭 再次回到颠沛流离的逃犯生涯 显然是他不愿意 但留下来 他同样将面临不知何时就会降临的危险 在这个矛盾万分的时候 他赌服那天生带有孤注一致的想法再一次蹦出来 留下来 只要有运气 他可能就这样安静地过一辈子 至于会不会这样 走着瞧吧 再次回到颜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在 家长 干嘛去了 不是 儿子怎么样 快带我看看儿子 儿子打针现在睡着了 可能是肺炎 我问你干嘛去了 别听了 你朋友拉我上外地做生意 走得特别的急 没来得及告诉你 讲好了一到目的地 赶紧给你打电话 电话 你给我打什么电话 我一直给你打都不在服务区 儿子病了 我特别找你知不知道 别着急 别着急 当时啊 在高速路上 这信号啊是时有时没的 好不容易有一段信号 刚听你说两句又断了 我也着急啊 赶紧下车 坐车往回赶 半道 过马路的时候 你瞧 还让车也撞了一下 又怎么办 撞成这样啊 先别提这事了 你啊 赶紧带我看儿子吧 在这边 这边 先把这个包装在吧 别别别 先看儿子 看儿子 老赵 胡志军的案子你有消息 我第一时间通知 好 孩子的事呢 你放心吧 我相信 他总有一天会认识你 我相信 我现在 把他当成婴儿养起 总有一天会有好的回报 来 建方 别忘了 我留给你的问题 你不是就想知道 我最怕的是什么吗 这个问题 让我考虑考虑 实际上 我更想知道的是 我自己的答案对付 不过 我和我的妻子 还是要感谢你 给我们家带来了好运气 好 再见 我来说 你 parcird的 我来说 点赞 在照片 吃 我来说 吃 你 我来说 我来说 请开启 孙局长是这儿房间吗 孙局长 我不认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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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